感受的众多路径 如是我闻 像个哨兵般屹立在名叫 轮回马戏 这条高速公路上的 就是高耸的感受之树 由于它生长在道路右侧 遮盖极大面积 所有旅人必须从大树的茂盛之夜下走过 并因此受到大树的影响 然而当感受之树的风貌随季节转变 它对旅人或树下休息的人产生的影响 也会每季不同 夏季时 疲惫旅人光看见大树神绿茂盛的枝叶 以及进入树荫下时 便喜出望外 清风吹拂树叶沙沙作响 以及夜间栖息的鸟儿朝修 听在耳里都是音乐 成熟甘梅果实的香气与美味 满足旅人的嗅觉与味觉 这些清爽宜人的身心感受 重燃旅人寻找更大享乐圣地的欲望 而且 这些愉悦感受沉入旅人心底 在内心深处形成对感官享受的执着 随着时光荏苒 夏季渐退至秋季 最终到了冬天 感受枝树的风貌易随之转变 严寒气后使来到该处的旅人精疲力尽 树之下却找不到舒适的栖身之所 大大小小的枝鸭如金树叶落尽 被霜雪染成灰白 望之令人却步 刺骨寒风在秃之间呼嚎 大树无法提供温暖庇护 没有了花朵芳香 甘梅果实全然不见踪影 疲惫旅人如今只嗅到身上冬衣的难闻气味 而甘烈的嘴唇只剩鼻子下沾折树滴露水滋润的味道 被种种痛苦感受影响的旅人 心里充满反感 她开始憎恨感受之树并想逃离 心里渴求失去的愉悦感受 然而 东庄有如下上都非永恒 她也逐渐改变 而感受之树线已换上春天的装束 穿着浅绿衣袍 处处点缀着花泪 感受之树在静谧的环境中几乎阻力不动 整个氛围既宁静又安逸 使人的身心陷入慵懒得意之中 气候温和 旅人感露不觉疲惫 途经感受之树却对她的斑驳绿因全不在意 旅人没注意感受之树 因此也不大能欣赏它的平静效果 由此产生的无知 深深沉入旅人的心 留下无名的倾向 旅人用同样的心态 面对三个季节里的感受之树 不管这棵树吸引他们 令他们反感 或受他们忽视 旅人均无法在每一季节客观地评估出感受之树的变化本质 在感受之树左方 有许多分叉出的路径 某些聪明的旅人不时向同道旅办指出 这些路径乃逃离高速公路的坑庄大道 以及通向永恒寂静的途径 这些人要不天性好奇 因而想要找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目的 或是旅途劳顿想要歇息 再不然就是出于对其他疲惫旅人的悲悯心 但不幸的 他们发现的路径没有一条能引领任何人处理轮回马戏 这些路径几乎都与高速公路平行 还是会将走过的人们引回高速公路 所有这些左方的路径 通通都在轮回马戏内挖延 并重新接上高速公路 从来没能让人走出轮回马戏 然而有一回 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基于上述全部三种原因 投入所有的精力 去发现处理轮回马戏的道路 他从经验中发现 所有其他人指出的岔路 那些奇怪的从感受之处左边分岔出去的路 均不能引领他处理轮回 他无法看见树的右方是否有任何路径 因为右边完全被树遮蔽 因此 他决定绕过感受之树 而非从树下通过 他必须绕着树青出一条路以抵达另一边 而他一路上 更对感受之处的所有面相进行研究 他的研究既科学又客观 如此夏季的愉悦感受与冬天的艰苦感受都无法打败他 当春天来到时 他已对感受之树的短暂本质有深刻了解 如此他便能抵御春天里征服旅人们的慵懒自得 他对春季的平静效应保持清醒 并了解他的本质 现在他已明了感受之树 而令他高兴的是一直在找寻的道路 竟在面前敞开 那是唯一的道路 平直而清晰 引领他处理生死轮回的马戏 到达阳光普照的解脱山顶 他转身并清楚见到整个轮回马戏的全貌 以及在上面走动的众生 和蜿蜒其中的众多错误路径 出于对那些无知 旅途困顿众生的悲悯 他于是宣说 为他们开启的 正是不死 涅槃 之门 让那些有耳 听闻 的人们 放弃他们的 盲目 信仰 感受的重要性 上述这则短篇预言 辟语了受 即感受或感觉 这个重要现象的某些作用层面 在博大精深的佛法毅力中 受是一个关键词 这个词屡屡出现于这著名的正法教式中 由此可见踏踏在佛法的重要性 在《密丸经》里 马哈喀扎亚纳阿罗汉 摩赫加 将感受放在感官知觉过程中极重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受是五蕴中的第二蕴 五蕴组成个人的身 心 受同时是十二元起 十二因缘 的第六环 之 十二元起 产生了生死轮回的过程 有些开始意指出 倘若对三种基本感受缺乏适当了解 会令潜伏的习性 随眠烦恼 加深 这些烦恼是产生业力 导致再生 轮回 的重要因素 我们正是透过体验到的感受 接受自己所造业的果报 最后 其实还有更多 受乃似念注禅修的第二个基础 观受念注 观察感受 称为众生净化的独特途径 更有甚者 我们也注意到一项较少人知的说法 一切心理状态以受为交汇处 在佛经里 感受有好几种分类方法 数目有二到一百零八种之多 而其中最常被讨论的一种分类 将感受分成乐 苦与中性 不苦不乐 三种 可称之为感受现象最基本的显现 如此 我们将于以下讨论中 只使用这种分类方法 在有名大经理 射利弗·阿罗汉回答 马哈果提达阿罗汉 摩赫具赤罗尊者 的提问时 以动词他感觉来解释感受这个词 他感觉到的感受 法友们 因此 叫做感受 而他有些什么感受 他感觉到乐 他感觉到苦 他感觉到不苦不乐 感受起作用 仔细审视感受在人类生活所起的作用 就能明了佛教重视感受的原因 当一个神智清醒的人 透过五种感官与外在世界的物质 声音 味道等接触 而心与精神元素如记忆接触时 身体或心自然升起的反应会透过感受展现 透过这些感受 人会将相关的感官对象 认别为好或坏 愉悦或不愉悦 喜爱或不喜爱 吸引或反感 美或丑 诸如此类 假使感官接触没有产生任何感受 人对所有感官对象的看法很可能千篇一律 感受在我们的认别领域 看法 详韵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佛陀曾说 即使是自我感 我是 亦有感受而来 因此 他说在完全缺乏感受的情况下 人无法说我是 因此 的 与此相反 由声音而来的痛苦感觉 便会被辨认为不可取 不想要 的 对感知对象的一切思考推理和以感知对象为核心所形成的思想概念 也将因此受到与感官对象 接规 接触时所体验到的感受影响 按照马哈喀扎亚纳阿罗汉 大家占言尊者 在经理的解释 感官知觉过程可分成三部分 在第一部分 人可以客观注意 从感官与对象接触生起感受的知觉过程 是自然而自发的 例如处元兽 从此之后 在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人积极和刻意参与觉知过程 因此 程序以主动与态表达 感觉到什么 就加以认知 认知到什么 就加以推理 推理什么 就概念性的繁衍 从此 在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不断积极形成概念的人 被概念的洪流所淹没 他被自己造作的缠结概念给网住了 清楚的是 在这个最终造成缠结概念的感官知觉过程里 感受的地位 感受的地位举足轻重 如果有人能 了知感受的真面目 而不让知觉受其摆布 那么此人或许能控制自己的思考过程 并拯救自己不致坠入概念的罗网中 相机遇大经叙述感官知觉如何导致无曲运的聚迹 其中包括感受 形成我们的个性 该部经典对视觉运作的开示位 然而 法友们 当内在的眼睛 眼根 是健全的 而外界形体出现在眼睛的视线范围内 并产生适当的冲击 此时与之对应的时 眼时 就会升起 由此而来的任何形象 色 属于色取韵 由此而来的任何感受 属于受取韵 它明了 所以说 如此就有 这无取韵的包含 收集 聚合 相机遇大经 亦对其他感官作用的五韵聚合 重复同样的描述 原起法好比是感官知觉过程持续延伸至未来世 按注十书作者所述 十二 原起涵盖三世 即过去生 今生与来生 此说的要旨在于产生来世与古的聚集 而不在于感官知觉本身 因此 原起说不讨论想 而直接谈论有感官接触而来的感受所起的可爱 按顺序 可爱招智取 有以即生 佛陀被问及 有的意义是解释 如果形成 有 三界的业果 无意成熟 三界便不能存在 佛陀继续说 业为田地 食为种子 以可爱滋养而生长 精油再有 而招智再生 有就是业 因此与感受有重大关联 我们将于稍后看到更深入的证据 感受与随眠烦恼 在许多开示当中 佛陀解释对三种基本感受缺乏了解 如何造成加强潜伏于内心的烦恼 随眠 急贪 称 急吃随眠的增强 本文开端的预言故事 就是针对感受的这个面向所做的描述 如此 当没有受过正法训练的一般人 受到肉体痛苦经验折磨时 他的心同时受到折磨 由于他对这种经验缺乏了解 因此而来的称会倾向便沉入内心深处 由于他看不见出离痛苦的方法 只好借由感官享受来逃避痛苦 贪欲倾向因此一沉入内心 他对体验到的感受并不了解 造成对中性感受的无明倾向沉入内心 有另一种说法直接指出 对中性感受的真实本质缺乏了解 造成无明倾向沉入内心深处 密完经也明确地说 人对于心中排山倒海的概念 思考洪流的根源 只要不相应 不欣然接受 也不沉眠其中 便能终结所有沉睡于内心深处的 随眠烦恼 随眠烦恼也是再生的重要成因 人所意图的 所计划的 所造成的随眠烦恼 就是建立意识所需的对象 只要有对象 意识就会被建立 此建立的意识一旦增长 就会透过再有 招致再生 开始继续说明 即使缺乏意图 思与计划 仅仅是随眠烦恼便足以建立意识 因此 人便能明了对感受的不正确 了知如何造成再生 感受与夜暴的体验 人透过感受体验夜暴在苟行者经里有清楚叙述 根据所述 造作了 深 与 即一方面的恶行的人 在生于恶道病受伤害性的感官蹂躏 受到这些蹂躏 人体验到伤害性的 必定痛苦的感受 如此 佛陀说 众生是所造诸业的继承者 然而 佛陀明确反对当时一些宗教如其纳交的观点 认为所有感受皆是过去夜的果 夜只是感受生起的众多原因之一 我们亦知道行为的结果 决定于伴随行为的意图 思 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意图及事业 意图受许多因素制约 然而 很难将感受与意图分开看待 我们已从密完经 看到感受如何导致概念形成 不难了解 概念的形成 意图与计划 和随眠烦恼之间有所关联 经典本身并未直接将感受与夜行的造作 连在一起 但至少有一部经典仿佛在提出此意关联 根据这篇开示所述 一个内在清凉 以正得涅槃的人 体验感受却不卷入其中 体验感受随身体终结 禅修者如此 了之 体验感受随生命终结 禅修者如是 了之 当肉身解体 生命终结时 所有未受款待的感受 易住 被客观观察的感受 将自动平息 它 了之 剩余的 只有一体 这显示阿罗汉体验的感受 不会被带往心的一生 它们随身体与生命而终 尽管如此 一般人的感受却会被带往心的一生 在阐述 以正涅槃者的感受之前 有一种说法很值得注意 那就是造作善行 不善行或不动行的人 其意识与行为结合 因此导致再生 然而 当无名去除 而智慧升起 就不再有任何行 不造作 不意图 禅修者不止取世间一切 不止取就不会不安宁 不会不安宁 自己 内在 就会清凉 这样内在清凉的人 就是所谓 不管带体验到的 任何感受的人 由此可推测 此人亦曾因无名造作业行 并于当时款待那些感受 如此 在造作业行时体验的感受 可导致业力跨越死亡的鸿沟 在心的一生受爆 也许正因如此 开示中强调未受款待的感受 会清凉下来 他们会失去创造任何会受爆行为的力量 如此 可见感受在体验夜暴与造作受爆夜行 皆发挥重大作用 感受的路径 以上讨论的多半是与轮回高速公路有关 而最破人的力量就是感受之数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 所有有感受之数往外延伸的路径 除了仅有的一条外 其余几乎都与高速公路平行 最终绕回轮回马系来 当中最广为旅人熟知的路径 就是佛陀在大元经中 技术的物质追求路径 如是 阿南 佛陀说 因感受而有贪爱 因贪爱而有追求 因追求而有所获 明文立养 依许流转如下 决定 欲贪 取着 便许 牵 守护 并因此造作许多不善业 如泄斗 杖棒 刀剑 斗政 争论 争辩 口巧 离间与撒谎 佛陀说这两条贪爱的路径交汇与感受 如此 阿南 死 贪爱的 双重一面向透过 制约他们的 感受和而为一 注视者将这两个一面向 二法 解释为造成生死流转的基本贪爱 和显现于世俗行为的贪爱 在此物质追求的路径里 我们看到最常提倡此路径的是物质主义者 他们认为 人生根本没有精神价值可言 人生根本没有精神价值可言 然而 佛陀称之为不崇高的追求 非圣求 最终招制生 老 病 死 这种人生根本没有人生根本没有人生根本身为不崇高的 这种人生根本身为不崇高的生命 而追求非物质所造成的不善境况 将招致同样结果 就是返回轮回马戏 不仅世俗物质的追求是有感受引起 甚至宗教及哲学思想与实践 似乎也有相同起源 我们可以理解 一个因很多社会问题而厌倦世俗生活的人 会渴求出离痛苦生活的方法 无法在此世享受感官快乐及舒适生活的人 期望在天堂重生 以享受今生欠缺的快乐 许多宗教界由向信徒昭示 此生作恶使得来生承受苦果 或此生遵守道德规范式的来生奖福 企图将纪律融入个人及社会生活 只有体验过痛苦与快乐的人 才能形成这些观点或愿意遵守这些信条 如此 我们顺理成章作出结论 感受在这一切信条里起着重要作用 透过产俗对教深层意识的体验 以及偶尔由深度产修引发的超感官 神通经验 可形成多种哲学及宗教推论的基础 大业分别经叙述一些隐士与婆罗门 基于对过去生的有限回忆 而对也的法则作出错误结论 梵网经列举并讨论 62种有关此世界及其众生的推论性见解 他们多半期与此类禅修体验 但当中有几种纯属逻辑推论 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 每一种推论性见解 都成了某个宗派的教义基础 以作为人们从世俗生活困难解脱的道路 或对世俗生活的诠释 就这每一种见解 佛陀说 那也是基于感官接触 然而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 感官接触生起感受这个事实 相应部叙述三种感受 均由接触产生 以接触为基础 起源 同时取决于接触 经典着重陈述感受 对形成各类推论性见解所起的关键作用 以下是针对永恒主义的陈述 法友们 那些持恒常见解的隐世与婆罗门 以四种方式坚称灵魂与世界是永恒的 他们的见解紧基于个人感受 以及由此而来的忧虑及翻腾 那些受敬重的隐世与婆罗门 由于缺乏觉知与了物 成了各种各样贪爱的俘虏 这种看法在大元经有关人看待自我的方式上 获得进一步强调 根据经典所述 一个人说到自己的用词 不是我觉得就是与之相反的 我不觉得 那是感知不到的 要不就是我有感觉 那是感知得到的 藉由不认同此三种见解 因而不止取世间一切 人便不会颤礼 不颤礼 他就内在清凉了 自证涅槃 由此可见对自我的推论 如何以感受为根据 以及怎样避免这些推论才能走向解脱 在梵网经里 佛陀强调从各个面向 理解推论性见解 以及完整 了之感受对体正涅槃极为重要 此等主张 法友们 觉悟者 如来 了之 此等推论性见解的来龙去脉 若对之坚持 将产生何种结果 以及对信仰者的未来处境 有哪些影响 觉悟者如此 了之 甚至 了之 更深更远的事物 而有了此种 了之 觉悟者不会自以为是 因此不受染污 在他心里以正物处离此等邪见之道 并以如实了解他们 生起又灭去的感受 他们的甘美矿位 过患 并由此出离 而不执着于一切 觉悟者彻底自由 出离 轮回马戏 的路径 根据前文所述 佛陀 了之一 这些推论性见解修行的结果 以及此种 以及此种见解对支持者未来处境的影响 如此令人信服的证明 所有路径终究将旅人牵引回轮回马戏来 当中只有一条路径能处离轮回马戏 正如我们在预言中所见 人必须绕过感受之数才能找到出路 大元经与梵网经如前所述 以清晰指出 根据佛陀教导 了之感受对体症解脱其首要作用 一旦 了之三种感受 圣弟子就没有别的功课了 如此 了之感受 以及根除因款待感受而导致的随眠烦恼 是正物的自由的关键 法友们 如果禅修者不根除对于悦感受的贪爱倾向 不去除对痛苦感受的嗔恨倾向 不拔除对不苦不乐感受的愚痴倾向 不令正知生起 却要在此时此地成为苦的终结者 没有这种事的 如此 了之三种感受的至关重要性得以确立 有什么方法与什么样的行为 能达到对三种感受的完全 了之 我们已了解对所有感受的生起与灭去进行观察 是如何能催化对感受的 了之 以及感受对心强大影响的 了之 在念著经里 观察感受是正念的四个基础之一 在此 禅修者被教导对自身的感受极其细微变化 进行客观观察 个人则不选入其中 对于那些想在今身体正念盘的人 佛陀交界的行为模式为 于所有活动都保持正念与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佛陀佛陀在某次开示时说 法友们 比丘应以正念与正知度过时光 自面意义 等待时候到来 这是我对你们的告诫 在此保持正念是指练习四念著 相应不得一文 在此处仅有深念著 在这方面 保持正知是指于一切活动都实时彻之无常 当一个人以此态度过活而愉悦感觉升起时 他 了知 这是被无常的身体所制约的 因此 被制约的愉悦感觉也应是无常的 如此以正念观照身体及感受的无常 他们的减弱 离止 止息 以及将他们放下 他并除了对身体及愉悦感受贪爱的烦恼 依此 他观察痛苦集中性感受的真实本质 并因此并除由之而来的嗔恨与无名烦恼 练习正知与正念的整个用意在于 防止三种感受逃离禅修者的 了知范畴 即使是最威系 圣庙 寂静的中性感受 这仿佛是事物的自然规律 我们会被体验到的感受 尤其是愉悦与痛苦感受 给分散注意力却毫无觉知 大自然很可能设计了这项机制 总是要把我们困在轮回马戏里 佛陀因此说 偏见美好形象 让清晰思维迷惑 一旦留神于美好可恋的形象 心便因慢意的感受而燃烧 牢牢牢紧抓不放 因视觉产生的种种情感 贪爱与嗔恨 如此在心中滋长 使他内心痛苦万分 痛苦如是堆积窝藏 若说死人处境 离涅潘原意 因此 人必须时刻保持觉知 毫不疏忽任何感受 因而说 当比丘勤奋的用功 能时时彻之无常 由此 智者 了知一切感受 成果为 在此生便从一切烦恼染污 漏 终解脱 死后所有余业印随之终结 当他 了知一切感受之后 便能于此时此地 从烦恼染污中解脱 智者 安住于正法 他的一切余业 随肉身死亡而告终 由此清晰可见 了知三种感受 对解脱生死轮回的束缚至关重要 所幸的是 从密完经的开始看到 在感官知觉过程里 正是在感受升起的一刻 人主观介入他的运作 假使感官知觉过程完全是自动与客观的 那么根本无法对其中其结果进行控制 但由于自动化过程 以感受为终点 有智慧的人精勤 勤奋的用功 透过完全觉知并实时撤之无常 便能对心加以控制并由此主宰自己的命运 禅修者要透过正念与正知的休息 训练自己达成此目标 藉由对感受的客观探讨 却不让他们影响知觉 最终便能面对感受的挑战 一旦禅修者能对此掌握 他在生活中便能不卷入 离弃 愉悦 痛苦或中性感受 换言之 如佛陀对曼童子与佛仙家的告诫 禅修者在生活中如实地看 如实地听 如实地感觉 并如实地认知 此时 禅修者能看到毫无掩饰的世间实相 并从生死轮回的束缚中解脱